热点资讯,时时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5月9日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到访乌克兰南部奥德萨期间 据报当地遭俄军导弹攻击 米歇尔需暂避 俄军又通报在乌东地区再击落三架乌军斩机 并摧毁了多地的乌军指挥所和军备据点 5月10日凌晨 乌克兰奥德萨市里维埃拉购物中心被俄军巡航导弹摧毁 挨炸原因,被乌军征用 作为弹药库、坦克装甲车辆囤积所和炮兵阵地 民用设施一旦被军方征用 那么就成为了军事目标 上一个被摧毁的基辅式的购物中心 也是被用作火箭发射车的营地 值得一提的是 奥德萨州州长马尔勤科 是纳粹武装埃达尔突击营的前营长 而马尔勤科之所以能够当上州长 完全归功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亲自下达的人事任命 而泽连斯基还口口声声地 拿自己是犹太人的身份 狡辩自己不可能支持纳粹 可笑不? 5月9日 利西昌斯克附近别洛哥里夫卡 藏在学校里的乌克兰军队 这次又炒帅了 俄军导弹彻底炸毁了这个学校 炸死乌克兰政府军士兵30人 被埋在地下的还有70人 同时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 这是外国雇佣军设立在奥德萨的基地 被俄军黑海舰队发射的巡航导弹摧毁 据推测 这次打击是由马脑导弹造成的 其弹头的质量为300公斤 高贵的雇佣兵拿高贵的工资 死在了高贵的酒店 这些国际雇佣兵全是好吃好喝 住的也好 结果俄军对五星大酒店照打不误 这些国际雇佣兵大量都是网红 喜欢发信息 泄露暴露位置 这些雇佣兵果然是不专业 俄军目前对乌克兰 每天发射30至40枚巡航导弹 然后俄罗斯空军轰炸机 攻击机 在可控制的地面 接触线前线地区 实施地毯式轰炸 俄军地面部队慢慢推进 这么大 三个月后乌克兰的有生力量 人员就会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在近日的一场战斗中 乌克兰国际军团的 荷兰雇佣军罗恩·沃格拉尔 被俄军击毙 这货的同伙告诉他的家人 沃格拉尔所在的部队 在哈尔科夫附近的 莫洛多瓦村附近遭到炮击 这货当场重伤 只剩一口气 稍后不治 根据官方数据 他成为第一个在乌克兰 为纳粹捐躯的荷兰雇佣兵 红灯国消息人士称 国际军团中 有多达70名红灯国公民 被俘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 第36旅旅长巴拉纽克说 在他麾下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 第36旅 就有两名来自英国的雇佣兵 他觉得这些外国雇佣兵表现平平 和普通乌克兰士兵的战斗水平没什么区别 而且据他观察 外国雇佣兵参战的动机各异 其中一些纯粹是为了钱 而与乌克兰军方签订了合同 还有很多人称自己是冒险家 来乌克兰是为了寻求刺激 当地时间9日 乌克兰媒体曝光了一条大消息 乌海军副司令伊霍尔·贝扎伊 在乘坐一架米14直升机执行任务时 被俄军导弹击中而身亡 这似乎也是俄乌冲突发生以来 俄罗斯公开宣布损失职位最高的将领 据悉 乌克兰尚未公布这位阵亡副司令的履历 死亡地点等细节内容 只知道他是战死 贝扎伊曾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中立功 他及时撤退保住了乌军的很多装备 还曾荣获过高级勋章 目前俄媒对这一事件尚未报道 上次他们公布击毙乌克兰将领 还是在3月初的赫尔松附近行动中 值得一提的还有 很多人将其视为俄军的报复行动 在美国宣布和乌克兰取得情报成果后不久 乌克兰的海军副司令就阵亡了 这很可能是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发起的一次针对性打击 也有消息显示 早在两个月前 乌克兰的海军已经基本瘫痪 海军副司令员可能就是这时候开始去陆军服役的 目前在马里乌波尔的亚苏钢铁厂 仍然有大量的乌军固守 俄军允许一些国际记者进入钢铁厂进行报道 不过这里依旧十分危险 到处都能听到爆炸声和枪声传来 来到这就等于是签了生死令 而在近日 我国一名叫做卢宇光的战地记者 在钢铁厂进行报道时 意外捡到了一把手枪 这把手枪是在亚素钢铁厂的地下室中捡到的 外表十分小巧 按照他的话说 这把枪是那些北约军官们才会使用的 据悉 这把枪是M1906手枪 是世界上第一支锈针型自动手枪 口径是6.35毫米 能够发射6.35乘以15.5毫米的半底源自动手枪弹 射程在25米左右 重量只有350克 十分小巧 放在手 别人几乎都看不到 所以广受一些上层人士的喜欢 都拿这款手枪当作防身用的武器 不过这款枪在上时级来说还算不错 但是放到现在来看就不够看了 大家更喜欢的还是他的改良版M1911手枪 这款手枪一经面世就成为美军在战场上的必备武器 使用了长达74年的时间 产量超过了250万把 是全世界销量最大的一款手枪 既然这样 这款手枪又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地下室中呢 难道就不能是这些乌克兰士兵使用的吗 前段时间 北约各国为了军援乌克兰 不是都把自家在上世纪的老古董都给拉出来了吗 说不定这些老古董就是这种小手枪 在这里就要说起这种手枪的局限性了 由于它的体积小巧 就代表着它的威力和精准度都很差 虽说射程有着25米 但是在10米外想要打中人就很难了 更别提乌军面对的还是全副武装的俄军 打到人身上怕是连防弹衣都打不掉 更何况俄军在巷战中可不会和你对射 俄军现在的作战步骤差不多是由侦察人员进行探测 当发现敌方目标后呼叫火力压制 随后让坦克开炮或者使用火箭弹进行范围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拿着这把小手枪你连用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说使用这种武器的一定是北约的军官 既然这把手枪的威力和精准度都很拉垮 为什么这些军官还要用呢 难道他们不用一些更好的武器来防身吗 其实这把手枪放到这些军官的身上并不一定是要用的 也有可能是当作一个收藏品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一般军官用来防身的武器其实和那些士兵们差不多 都是配备一把自动步枪或者是冲锋枪 唯一有区别的可能就是有些高级军官有保镖负责保护 有保镖们冲在前方自己在后方指挥作战 不过有句话说的好 枪不离身 在战场上就靠着这玩意吃饭了 结果这吃饭的家伙都丢了 是不是代表这些军官被炸死了 或者说是被炸成重伤 匆忙之下被拉走抢救才丢下了这么把小手枪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子弹了 毕竟这把小手枪的子弹口径有点稀少 而没子弹的枪就成了一块废铁 拿着也是累赘 还不如直接丢了 丢了这些装备之后身上就什么都没有了 正好化装成平民跑出去 说不定在这几天的平民撤离行动中 有不少人都是来自北约的军官化装成的 毕竟这次的救援行动可能是联合国亲自派人过来的 想要做一些手脚是很轻松的事 而俄军指挥官也表示在地下室中 有着来自北约的军事人员 并且还不止一个国家 在这之前就关于钢铁厂内的平民撤离人数 各方都有着不同的说法 俄罗斯说是撤离了50多人 泽连斯基说是撤离了300多人 联合国说是撤离了100多人 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的 谁也不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有些人混在里面溜了出去 至于说现在这些人想要出去恐怕就没那么难了 因为平民都已经全部撤出 这帮人也就没有借口再开放人道主义通道了 到时候记者去采访的话 恐怕找到的就不是一把小手枪了 而是某位来自北约的军官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